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早些认识他 不过还好 兜兜转转我还是遇见了他 还是喜欢了上他 并且只喜欢他一个 他是个很努力的男孩子 十几岁就去韩国当了练习生 为了练习舞蹈 他每天被沙包练习 导致现在有严重的药伤 那段时间他是真的很努力 也终于作为EXO成员出道了 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 他成为了团队里的主名舞 Well-Rong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他很多苦 团队里其他几个中国人退出后 好多人骂他 他都挺过来了 他一直说是韩国老师给了他帮助 所以他不能跟王恩负义的事 所以他一直没有退还 虽然现在酒追好久没有隔体了 但是一星心里一直有团队 这是实打实的兄弟情 一星在机挑的时候也提起说EXO张一星他真的很努力 好多认识他的前辈都认可他的努力和他的实力 像杨昆 张姐 林俊杰 黄伯 黄磊 孙洪雷 王雪 罗志祥等这些前辈都认可他 他真的很努力 他随时的九十度鞠躬 就是他的标牌 他也真的很有礼貌 连看见狗仔队都要打招呼问好 这样的张一星怎么不让人喜欢呢 他对音乐最认真 他的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编曲 自己作词 什么都要自己来 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他的心血 知道他音乐的都知道 他把他的两张专辑叫做一胎二胎 那些音乐都是他的宝贝 都是他当做儿子来看待的宝贝 每一首歌付出的心血真的好多好多 前几天 我看见有些CX的粉丝 说 期待CX的二胎 听到这儿我真的很气愤 也为张一星感到愤怒 知道他音乐的都知道 只有张一星的专辑叫做一胎二胎 就因为CX在偶像练习生里有一首歌 然后八月份再出一首歌 所以被叫做二胎 二胎这个词没有被我们老张买走 是可以谁都能说 但是某粉说 这个词的时候 能不能想想我们XBACK这算超级吗 一切都是要靠努力和实力说话的 老张的二胎创下了华人最高纪录 别人的专辑要是谁想叫做二胎就让他叫吧